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华为3月7日星期四宣布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 对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华为法律 是否符合美国宪法规定发出挑战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又重提美国政府 曾入侵华为磁服器 窃取了大量的邮件和能源代码 2014年中情局判谍斯诺登曾揭发 美国政府因忧虑华为与中国军方有联系 长达7年的时间监控 并入侵华为磁服器调查 美国国家安全局将华为视为安全威胁 千方百计阻止华为的美国业务 以防其设置的后门让中国军方 或由中方政府支持的黑客 窃取美国公司和政府的机密 斯诺登提供一份2010年的文件显示 相关行动代号为狙击巨人 目的是调查华为和中国解放军之间的关系 报道指 美国国家安全局入侵华为深圳总部的赐服器 获取华为路由器和网络交换器相关工作的讯息 并监控华为创办人林正非等高层的通讯记录 在获得总统许可的情况下 国家安全局还可攻击华为 报道指 在狙击巨人行动全面展开两年之后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于2012年10月发布 关于华为和中心的一份非加密报告 称没有证据明确显示华为和中国政府有关 但委员会认为必须阻止华为和中心在美国的收购和并购活动 3月4日中国海航集团向美国法庭提出申请 要求撤销对流亡商人郭文贵的诽谤起诉 然而郭文贵不同意海航撤诉 郭文贵还透露已多次拒绝海航的撤诉和解 现在要将这个官司打下去 3月6日华尔街日报报道 海航的律师3月4日向纽约州法院提交文件 要求法官批准海航撤销对郭文贵诽谤案的起诉 这份文件检视撤诉的原因称 郭文贵的言论现已不受公众关注 且起诉官司会分散海航公司 对关键业务优先事项的注意力 包括出售非核心资产和降低债务负担 郭文贵在2017年爆料称 中国高官王岐山及其外甥姚庆 是海航集团背后的真正持有人 海航因此在2017年8月起诉郭文贵 指控他的爆料是虚假和诽谤言论 损害了海航的业务和声誉 并要求赔偿3亿美元 海航还在起诉书中否认 王岐山和姚信持有海航的股份 郭文贵推特账号3月6日表示 他不同意海航撤诉 他表示自己已经拒绝了海航通过各种渠道 多次要求撤诉与和解 他说这一次同样我们也拒绝了 他们要求撤诉 我们还会继续打这个官司 美国的法律系统给了我们继续打下去的权利 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起义和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走 在60周年到来前夕 中国西藏区委书记吴英杰昨天在北京两会期间宣称 达赖喇嘛自从叛逃后没有为西藏人民做过一件好事 他还补充说西藏人民对中共给他们带来的幸福生活充满了感激 尽管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他不赞成藏人自焚 但据法新社说 2009年以来至少150名藏人以自焚抗议中国在西藏的存在 这些藏人大部分在自焚中不幸身亡 中国2002年与达赖喇嘛联络 双方在2002至2010年间进行了九轮谈判 不过很多人认为北京故意拉长这些谈判的时间 在细节上拖延 寄希望于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压力 随着达赖喇嘛的往生而消失 很多佛教徒担心在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往生后 在征选转世灵同时 北京当局强加自己的意志 北京在西藏抗暴运动即将于3月10日满60周年之际 下令禁止所有外国旅客造访西藏 中国西藏区委书记吴英杰昨天在北京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宣称 当局限制外国人到西藏旅游 是因为近年很多外国游客到西藏高海拔地区后健康出现问题 甚至缺氧死亡 美国商务部6日表示 由于出口下滑 进口增加 去年12月贸易逆差增加18.8%至598亿美元 为2008年10月以来最大 高于经济学家预估的579亿美元 这使去年全年的贸易逆差由2017年的5523亿美元 扩大到6210亿美元 攀升到2008年以来最高 经通货膨胀调整后 12月商品贸易逆差升达创纪录的916亿美元 这个所谓的实质商品贸易逆差的增加 显示贸易对美国第四季国内GDP的拖累 可能比政府最初估计的更大 商务部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去年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增加11.6% 至历史新高了4192亿美元 美国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北京当局也对价值1100亿美元的 美国产品征收进口关税 随着美中贸易谈判继续进行 川普已经推迟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去年从60国的进口商品金额 也创新高纪录达到2.6万亿美元 其中从中国 墨西哥和德国进口最多 彭博社评论专栏作家卡尔史密斯 3月7日发表专文说 美国贸易逆差增长超过1000亿美元 另一方面 美国制造业转强 这些现象的同时出现并不是巧合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福告诉华尔街日报 美国经济表现很好是促成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对台湾态度越来越强硬之际 台湾正式向美国提出购买新型战斗机要求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沈一鸣 本3月7日向媒体表示 鉴于中国一直在增加军事实力 两岸空防战力有失衡状态 因而向美国提出购买战斗机的要求 自蔡英文总统2016年上任以来 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和军事压力明显增大 曾多次在台湾岛附近进行军演 由于担心北京方面的反弹 自2002年以来 美国多次否决台湾购买新型战斗机 包括新型F-16和F-35的要求 在此期间 中国大幅增加了军备支出 包括配备先进的第五代喷气式战斗机 与此相对照 台湾空军装备明显老化 台北国防官员没有透露 要求向美国购买战斗机的数量和型号 台湾苹果日报指出 台湾提出购买的战机总价约130亿美元 台湾空军司力部计划处处长唐红安少将表示 型号都不重要 只要能符合我们的战斗需求 北韩中央电视台周三播放歌颂领袖金正恩 访问越南的纪录片 片中只字未提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 提早结束峰会 以及双方没有签订任何协议 纪录片长达1小时15分钟 当中包括金正恩和川普在河内一间酒店 一起散布和对话的片段 也有金正恩的黑色豪华房车使经河内街道 或居民夹到灰奇欢迎的场面 影片中也播出金正恩到访北韩大使馆的情况 金正恩与民众在已故父亲金正日 祖父金日成的巨型照片前合影 当中有人又跳又流眼泪 似乎对亲眼目睹金正恩而情绪激动 纪录片引述金正恩所言 指北韩和美国必须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对峙和敌意 却没有提及峰会未能达成共识 北韩的纪录片大多歌颂金家 推广领袖的个人崇拜 分析指片中没有提及谈判结果 反映北韩也希望继续谈判 同时向国民隐瞒外交失败 以免损害金正恩的领导能力 美朝峰会因双方未能解除北韩制裁达成共识而破裂 双方会后互相指摘对方令谈判告吹 但他们仍为未来的谈判打开大门 有传北韩在河内峰会后修复东仓里导弹发射场 川普表示如果情报属实 会对金正恩非常非常失望 苹果CEO蒂姆·库克 目前与美国总统川普和他的女儿伊万卡 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 美国劳动力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会议 在大会上 库克大谈苹果对教育的责任 会议期间川普总统赞扬了苹果在美国的最新投资 并将其归功于最近的税法改革 蒂姆·库克在苹果公司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出色工作 成为了我的好朋友 川普说 由于新税法的实施 他把一大笔钱带回了我们这个国家 并进行了非常明智的投资 库克接着大谈了苹果对教育的责任 这位苹果首席执行官解释说 苹果是由一名大学辍学生创办的 去年苹果在美国招聘的员工中 有一半是没有传统的四年大学学历的人 库克说 这是苹果引以为豪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 库克表示 苹果希望在其教育计划上走得更远 他解释说 该公司专注于通过人人都能编程计划 来扩大编程等技能的培训 据库克称 到目前为止 已有4000所学校采用了人人都能编程的课程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